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9月14日 星期二 我这个视频呢 想跟大家聊一下 关于呢 就是在美国撤军的过程当中 有伊斯兰国呢 就搞了一次 自杀式的袭击事件 那这个事件完了以后呢 在26号 美国就用这个无人机 当时是说呢 就轰炸了伊斯兰国 他们的那个窝点 炸死了他们的领头人物 还记得吗 当时呢 我还说了 当时我就说呢 你美国现在的本事怎么这么大呀 那既然你都知道 那些伊斯兰国 他们的那个总部在哪 他们的领导人物在哪 那你们早怎么不炸他呀 但是后来呢 就有报道了 后来就出来说呢 他们炸死了10个人 其中有7个人是儿童 一开始有说是6个人是儿童 后来就说有7个人是儿童 那会我就觉得挺奇怪的呀 这些儿童是怎么回事啊 再后来呢 就说这个无人机呢 它实际上是误炸 他说是车上有那个自杀式袭击用的那个炸药 在他们炸完了以后 有二次爆炸 阿富汗一方就说呢 那个车上面根本就没有炸药 他们炸的根本就是一个平民的车 那现在这个事呢 由美国两个主流媒体来调查这个事 一个呢是华盛顿邮报 一个是纽约时报 这两个报纸呢 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调查 取得了很多的证据 现在他们认为呢 他们已经完成了这个调查 还原了这个事件的真相 这个真相呢 绝对是打脸美国 这是美国历史上呢 应该说是一个丑闻 他和当年就是拿着一瓶洗衣粉 在这个联合国的会议上 护论全世界人 说人家伊拉克尔那儿有呢 大规模的化学武器 去把伊拉克尔呢 搞了一个天翻地覆 跟那个丑闻呢 一样的丑闻 只不过呢 这个比那个还要更丑 在哪呢 那个丑闻说实在的 现在全世界其实没有证据证明 他们当时拿着那一试管 那个白色的东西呢 就是洗衣粉 现在只是呢 我们大家推测 全世界呢都在推测 他拿着那个就是洗衣粉 就连美国的总统川普都说过 川普有一次他自己他都说 对吧 拿着洗衣粉骗了全世界 可是这一次呢 是真凭实据 纽约时报就公布了所有的细节 所有的细节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人是谁 他都干了什么 美国呢到底为什么炸了那辆车 美国现在承认他们是炸错了 现在又说呢 他们误认为车上有炸弹 那他误认为的炸弹是什么 现在这件事呢 已经完全证实了 就是一个冤假错案 那今天在中国的这个记者会上呢 还有记者问中国的外交部 对这件事是一个什么态度 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是如何回应这件事的 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纽约时报他经过调查之后所公布的所有的细节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历史事件 大家应该了解一下这个细节 很难得美国的纽约时报能够通过调查给我们呈现 还原当时的这件事的整个的细节 好 在中国的记者会上呢 今天澎湃新闻的记者呢 是这么问的 澎湃新闻的记者说呢 8月29号 美军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恐袭事件发生以后 在喀布尔实施了一次无人机的打击 声称炸死两名恐怖分子 近日 多家美国媒体做了大量的现场调查之后认为 无人机杀死的不是恐怖分子 而是实名无辜的平民 这完全是一次情报错误 有媒体就此表示 此事戳破了美军及相关情报机构 无所不能的假象 呼吁国际社会对美方罪行进行追责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 近日媒体广泛报道美军在阿富汗误杀平民 也有国际舆论呼吁对美追责 面对国际社会广泛质疑和一致的谴责 美方不能企图蒙混过关 一走了之 必须彻查真相 给阿富汗人民和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这是中方的一个立场 我们从记者的问题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 已经引起来了国际社会广泛的谴责 有人就呼吁国际社会一定要对美国的这个罪行呢 进行追责 不能让他就这么过去了 说我这阿乌炸了 阿乌 乌 炸错了 不能就这样 就不了了之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纽约时报他们调查的这些所有的细节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有多么的邪恶 这篇报道说 阿富汗喀布尔机场上月26日发生了炸弹袭击 造成近200名平民及13名美军死亡 美军3日以后出动了无人机进行空袭 声称击中了一辆载有恐怖分子和爆炸品的汽车 阻止了另一次恐怖袭击 纽约时报调查以后发现被炸毁汽车的司机是美国人道援助组织的一名义工 美军声称在车上的爆炸品只是水桶 美军指空袭造成了三名平民死亡 事实却有多达十人死亡 包括七名儿童 显示空袭行动明显是物诈平民 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最初的说法 美军认为该辆汽车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支 伊斯兰国呼罗山省 简称ISIS-K有关 侦查后认为车内有恐怖分子设置的炸弹 可能对喀布尔机场内的美军人员造成威胁 美军指出无人机击中汽车以后 引发了车内炸弹爆炸 足证车上有相当数量的爆炸品 这是美军当时他们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的一个说法 纽约时报通过分析爆炸影片 及访问该名司机的同事和家属以后 对美军的说法提出来了质疑 报道指出该名司机名叫埃哈迈迪 自2006年起 在美国非牟利组织营养与教育国际 担任电子工程师 事发当天 埃哈迈迪收到了公司的通知 需要回去讨论 有关向民众分发食物的项目 因此他于上午约9点驾驶一辆白色的汽车出门 美军消息表示 美军人员当时已将埃哈迈迪列为侦查对象 说明他们的情报以及他们的侦查手段 都是不恰当的 纽约时报说 埃哈迈迪抵达公司以前 曾经驾车到三个地点 接载两名同事 即帮助上司取回来了手提电脑 在吃完早餐以后 三个人于9点35分抵达公司 其后埃哈迈迪驾车与同事 前往市中心的一个 由塔利班控制的警署 申请向难民派发食物的许可 并在下午2点再次的返回公司 纽约时报调取的闭路电视显示 埃哈迈迪在公司内 用水龙头将多个塑料桶注满了食用水 并将水桶搬到车上 埃哈迈迪的同事表示 在阿富汗政府倒台以后 埃哈迈迪居住的社区便停止供水 因此他经常从公司带水回家 美军则表示 当时有数名男子 将超过10个看来很重的物件 小心翼翼搬到车上 并称监听得知 该辆汽车得到了ISIS开的指示 需在多个地点停车 你看美国的情报是非常不准确的 纽约时报公布的这个监控录像里面 就显示呢 这个埃哈迈迪呢 拿着好几个桶 然后就在水龙头那儿放水 放完了以后呢 又把这些桶放到汽车上面 美国的情报完全是错误的 当时美军无人机侦察到埃哈迈迪 身在喀布尔机场西南面 约8到12公里的位置 也就是被美军称为 ISIS-K安全屋的地点 就无人机攻击完了以后 他们报道 然后当时我也做了一个视频 我就说 他们有这样的情报之前干嘛了 原来是错误的 纽约时报接着说 但该处实际上是埃哈迈迪公司的所在地 根本就和那ISIS-K没有关系的 埃哈迈迪将三名同事送回家以后 便开车返回自己的住所 纽约时报还访问了埃哈迈迪的家人 表示在埃哈迈迪抵达家门外遗后 他和其兄弟的孩子跑出去迎接他 就在这时 美军无人机向埃哈迈迪发射地狱火导弹 炸死了埃哈迈迪和另外9个人 包括7名儿童 这7名儿童呢 就是他们兄弟的孩子啊 全家呢死了9个人 再加上埃哈迈迪一共是10个人 其中7个人都是小孩 你想想看 就是埃哈迈迪他回来以后呢 全家都跑出来 他两个兄弟在家的7个孩子 哇都跑出来去拿水嘛 这时候那无人机就开始发射 那个地狱火导弹 华盛顿说谎 无二次爆炸 营养与教育国际 就是埃哈迈迪工作的那个NGO 也是美国的一个NGO 他的主席叫斯蒂文全表示 该组织与ISIS没有任何关系 指美军将埃哈迈迪误认作恐怖分子 我们组织是为平民提供援助的 怎么会用炸弹杀人呢 纽约时报指出 在袭击现场调查以后 没有证据显示发生过第二次威力更强的爆炸 与美军所指袭击引发第二次爆炸的说法根本不符 华盛顿邮报也对事件的照片进行分析 认为没有证据车上藏有炸弹或者是爆炸品 车辆被炸中后引发的爆炸 只是汽车油箱内的汽油被引燃所致 国防部仍然死不承认情报不可靠 美军人员表示 在发动空袭时不知道司机身份 但认为他当天的行动有可疑 因此对他进行空袭 国防部发言人柯比 则回应称会继续调查事件 但强调在防止造成平民伤亡方面 没有任何军队比我们更努力 并重申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所言 称空袭是基于可靠情报 我们仍相信该次行动制止对喀布尔机场 及机场内美军面临的威胁 你看美国现在仍然不承认 我前面提到了说呢 他们承认他们错了是误认为 油桶就是炸弹 但是呢 从最后一段来看呢 现在他们并没有承认 美国并没有承认 还死硬 还敢说呢 保护平民我们做的最好的 你们只是怀疑就炸人家吗 还有小孩都不管啊 那个无人机去袭击 应该是他们远程操控 对不对 远程操控的时候 应该都能看到 对不对 这就是治平民与不顾啊 有那么多小孩跑过来看不出来吗 我从照片上来看 从视频上来看 他爆炸的那个地方 就是人家居民啊 就是人家居民的房子 居民社区啊 美国真的是太罪恶深重了 如果这个事件 国际社会和联合国不表态 联合国不对美国进行追究责任的话 真的是很说不过去 这如果不是美国的媒体调查公布的结果的话 美国肯定得指责 如果是阿富汗的媒体 可能又该说了塔利班造谣 如果是塔利班公布的这些细节的话 肯定得说塔利班造谣 你哪怕是中国的媒体公布这个话 他肯定得说是中国造谣 信不 而事实呢 从他一出门 他就盯着他 也不知道怎么锁定了他 这个就等待着美国来说清楚了 就跟赵立坚说的 美国应该给世界一个说法 但是呢 美国一般的来说 处理这样的事件呢 他就是装聋作哑 装死鱼不开口 不理你 等着你这个舆论的热度下去了 然后呢 这事儿 他就让他自然就了了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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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